假如我是其中一个MCO受到生意影响的 我会怪罪我以前没有准备好 我们唯一食品 Giombo有限公司 就是唯一面是我们的品牌 所以我自己给一个称号叫Noodlesman 我们公司有面临一个瓶颈 销售一直不能往上爬 在收入方面出现一个蛮大的问题 那时就一直要想有其他的策略 所以要突破咯 就这样子咯 出口的确是让公司给突破咯 我做出口吧 一年大概预备了几百千的费用 来在国外展览咯 通常一个展览咯 我们的费用都是大概在20到50k 就拿到20个30个的List包咯 你50千你除以30个List看是多少钱 MCO我根本都不能travel了 所以我会把我参展的费用 全部投在Digital的费用 可能还要更有效力啊 哈哈哈哈 今年我没有做餐展 所以我的enquiry 全部 rely on这个Mibis 现在我收到的enquiry到5月份 我有接近百多个 我们最近有 confirm 一个order 这个美国5万箱的订单 在马来西亚你可以做到1000箱 2000箱是没有问题的啦 但是你要做到一个customer 给你买5万的是很少 在这里做到一单的出口 我赚的出口的钱就足够抵消 我投资新Mibis的这个费用啦 只是一单而已 Digital transformation肯定是要做的啦 这个是最基本的东西啦 这个有几多的人在你的网页 寻求你的产品 那个就要提升咯 等你网页不投资一点 就会失去这个机会咯 消费者能找到你 这个是很重要的啦 这个通常中小型的老板 对于这种数码的东西都一窍不通啊 最好是engaged agency先 就用Mibis 帮你们做是最好的一个选择啦 这样子啦 Mibis 一个很好的一个插角时 这个Mibis 最主要是 generate inquiry给我们公司啦 所以在这一两年 我们都看到这个 number of inquiry一直有增加啦 现在出口占了公司 差不多三分之一的销售量啦 我看到趋势将会成为二分之一 从Mibis 上面开始啦 之后才有变化才会成长 一个公司的一个发展 一定要不停的往前跑啦 现在做得很好 不代表以后做得好嘛 我不希望等公司面对问题了 再开始做 我不会等到那一天哦